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一定是梁宇梁大师吧 我听说这梁宇大师跟定武王府有些误会 我身边这位啊是安平侯夫人 正好人我也都在 今天我做个动物 两个人有什么误会呢 把话说开了就好 免得伤得和气 梁宇大师 这乡有礼了 之前我秦家子弟不安逝世 若是有得罪之处 还望梁宇大师海寒 赵夫人说笑了 秦家的事情与梁某无关 无需向梁某解释 为了表达我秦府的歉意 我已将秦岳池母子逐出了秦家 什么 他们也算不得我秦家人 你是说秦晨是因为与我起冲突 才被逐出秦家的 正是秦晨那废物竟敢得罪大师 我秦家只是将他们驱逐出去 已是莫大的开恩 要我说 此人应该跪在气殿门口 十天十夜 方能解大师您的心头之恨呢 大师 秦家的事 梁某不想多听 赵夫人还是请便吧 梁宇大师 我也有心想要和好 如果您对我们秦家 有哪里不满意的地方 尽管说出来 我能做到的 并不推辞 赵夫人 梁某似乎与你不熟吧 还请自重 大师 秦王爷 是为皇亲国戚 郑天和有夫之妇私混在一起 被别人看到了 还以为二位有什么勾当呢 八弟 梁大师说得没错 以后还是要收敛些 别丢了皇家的脸面 皇兄叫醒的事 不过啊 梁大师 您刚刚说这话 有点过了 啊 嘿嘿嘿 嘿嘿 过了吗 嗨 梁大师 梁大师 我乃大玄国的王爷 给我个面子 啊 给我 现在就给我滚 王爷 你打我 皇叔 他他他他他 八弟啊 请回吧 你 王爷 我们走吧 这秦臣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请能让梁宇大师 不惜与秦府和齐王府翻脸 请回答